大家好 歡迎收看 One Game Up 我是德巴仙的KK卓 接下來五分鐘聽說甚麼 看看這款日本遊戲可不可以 又來到 One Game Up Crossover BG Port 的卓游 這次我們盯什麼遊戲呢 就是盯這款The Last Space 這款是2018 Game Market 的大作 你說這麼細合就是大作 沒錯 因為Denied World Industry 就是 Love Letter 的作者 和他們的成立遊戲的團體 這就是上年其中一款推介的作品 它是甚麼類型的遊戲呢 如果你問我 我簡單介紹 它就是一款四張牌的三角殺 那你可能說 甚麼是四張牌的三角殺呢 其實它是一個陣型遊戲 它透過四張牌去控制一個角色 而控制這個角色 你就可以 第二 好像三角殺那種模式 就是跟不同的玩家之間 互相攻擊 亦都要找回你自己陣型的隊友出來的遊戲 先講講它的遊戲機制 每個玩家就會先有一張角色卡 如果你留意的話 基本上七張角色卡都是一樣的 這個遊戲最多可以七個人玩 這一面你會見到 它就會有它的攻擊力 七張都會是一的 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於它的背面 在這個遊戲裡面總共有三個陣型 分別就是灰的中立陣型 藍色的青和紅色的尺的兩個陣型 每個陣型裡面都有一個網 如果你的遊戲是玩陣型模式的話 基本上你殺了陣型的網 你就可以勝出 而如果你是中等陣型的話 你就需要殺掉兩邊 先講講角色卡 剛才講的 這一邊是沒有能力的 但相反 有了你的身份 即是你的身份表露了之後 你就會有這個能力 就是在上高這個位置 例如好像兩張黃卡 就是可以將對方的攻擊放零 另外它兩個助手 例如攻擊力加一 以及可以令到它的攻擊變成防禦無效的攻擊 另外中立那個又會有些不同 中立就是可以將對手的攻擊力反射 這就是他們的基本能力 你可能會說 那些能力就會相同 那遊戲的最大的變化是 就是在於 剛才說的四張卡 這裡是第一張 另外那三張是什麼 就是分別就是 武器 元素 以及職業 每一個玩家 每一個玩家就會拿到這三種類型的卡 各一張 就是你的手牌 而組成這個手牌之後 遊戲就可以開始了 舉個例子 我是這個玩家 我就可以對其他的玩家 發動一個攻擊力一的攻擊 而遊戲就會是這樣做的 這三張牌 既是你的不同能力的卡 亦都會是你的血量 舉個例子 有人攻擊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把手牌上高的卡 放上去牆上高 就代表你扣了血 舉個例子 你首先在三張卡裡面選一張 放下來 就代表扣了一血 而如果再有人打你扣第二滴血 你可以選擇把這張卡移到右手邊 又或者 把你手上的第二張牌放下來 就代表扣兩滴血 簡單的數學 你基本上三張手牌可以化到幾滴血 就是一滴 兩滴 三滴 四滴 五滴 六滴 當有人打第七滴血的時候 你就會輸 遊戲基本的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血量的概念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剛才說的三種牌裡面的能力 舉個例子 如果我被人打完第一滴血 這張牌落了牆之後 我的攻擊力就不會是一那麼少 而是會攻擊力一 再加上高這個效能 攻擊力一 即是說 現在我打去其他的玩家 我就會有兩點的攻擊力 除了上高這個長著的技能之外 下面這個技能 就會有使用 或者喪失兩款 使用的話 這個技能 只要我們踢橫 我就可以用一次 並且保留上高 固有的能力 即是代表我可以打兩滴攻擊 並且用這個迅速的技能 那迅速是什麼 我會說 除了使用之外 還有另一種 就是喪失 舉個例子 譬如 這張卡 如果我想用喪失的技能 我就需要把這張卡反轉 反轉的卡 只可以當作血量的計算 還有上高的技能就會沒有 因為它反轉了而沒有了 所以喪失的技能 通常都會比較強一點 而 剛才也說了 譬如 如果使用了這個技能 那有什麼機會可以踢橫 那它是跟一般的遊戲說 譬如到你的回合 你會踢橫 不是的 它是需要有回復的技能 才可以把這張卡扭橫 所以基本上 每個朋友 可以發動到的攻擊 其實的能力 就不是太多 好了 講一下遊戲裡面的流程 剛才說 會有人打你 或者你打其他人 那打完之後 譬如我被人打完之後 我就可以選擇 場上高一個 最多牌的人 去進行攻擊 我就不能夠打小牌的人 那所以 其實遊戲的流程裡面 隨著不斷地互相攻擊 你就會發現 手上高的牌 就會越來越少 那就是說 不會說有些人 保持著很多手牌 因為一定要打多手牌的人 好了 這是第一 第二要留意 就是攻擊力 舉個例子 剛才 有個人打我一度 我就直接吃一度血 但如果有個人打我多過一度 譬如打三度 那會怎樣呢 要留意 就是 因為他的攻擊血量 是一點一點的計 舉個例子 他打了三度 我可以選擇第一度 扣了一滴血 然後第二和第三度 我可以選擇 使用 他的攻擊 那就可以 令到第二 第三度 用這個防禦的效果 就擋了他 所以 如果你打對手 譬如打一個很大的血量 可能你就會說 很好 一擊就可以殺到他 可能打他五六度 但是如果對手 有防禦的能力 又或者是 反射的能力 那你就會很危險 因為一旦我用反射的話 那六度的攻擊 就會反彈回攻擊那個玩家 那這就是 基本上 這個遊戲的 基本的概念 又或者我們現在 可以看看 他究竟有什麼能力 令到這個遊戲 那麼有趣 我們先看 最簡單 就先看武器 武器卡 有這些 例如 增加攻擊力 又或者 可以 回復 剛才都說 可以回復一些 扭環了的卡 擴散是什麼 擴散就是針對一些 防禦無效的攻擊 你可以反射他 那麼 基本上 攻擊的牌 都會集中 增加攻擊力 或者是 有些反彈的效果 又或者 好像這個 攻擊回數加一 就是打完一次之後 可以再打多一次 那麼 剛才也有說過 迅速是什麼呢 就是 你打完一個回合之後 發動迅速 你可以再打多一個回合 那麼這些就是 攻擊牌 那麼 元素牌 可能會比較多一些 例如 防禦 無效的攻擊 為攻擊 加一些屬性 又或者 減輕 每一次攻擊 你都會減輕一點 又或者 封印 即將對手的一些能力 或者職業 封印 即將牌反轉 等等 而 職業 職業 通常會有些 例如 附加你的攻擊 效果 又或者 可以增加攻擊回數 等等的東西 基本上 這三套牌裡面 的技能 其實不是真的 有太多的款式 但是 由於你每一次 玩的過程裡面 你都是在這一套牌裡面 每一款抽一張 變成 令到 組合 很複雜 這就是 遊戲有趣的第一點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陣營 由於 遊戲一開始 大家不知道 大家的陣營 其實跟 三角殺 病 很相似 所以 一開始 會是一些試探的形式 可能會打你一度 或者打你少一些 但是 隨著遊戲的進程 大家的新聞 開始表露出來之後 這樣 就可能需要一些策略 什麼策略呢 因為遊戲的規矩就是 你一定要被人打 然後才可以打人 所以 表面上 紅色的隊伍 理論上 一定要打藍色的隊伍 或者打中立的隊伍 但是 因為 每一個人的攻擊力不同 舉個例子 譬如我這個 紅色的隊員 他的攻擊力 只有一點 但是 如果我們發現 場上高 有一個人 他的攻擊力 譬如有一個隊友 他的攻擊力 是大於一點 例如三四點 我可能 就會 有個助攻 例如我用這個 打他一點 打完一點之後 攻擊權 就會落了他的手上高 然後 由他 打一個很大力的 攻擊 去對方的王 目標 就是要殺到對方的王 又或者 我們可能 會見到一些情況 會做一些 譬如 幫一些 王 或者幫一些隊友 扣血 打一些手牌 增強他的攻擊力 或者放手 這些都是一些 遊戲當中的策略 但是真正玩下去 有時候有些很好笑的 就是 隊友打算助攻 誰知道 就不小心殺了自己的隊友 都不出奇 這也是當中的遊戲 策略 和趣味的地方 表面上 就是一個很簡單 四張牌的遊戲 但如果實際玩下去 其實 都會用 十五至三十分鐘 因為當中 計算 技能的combo 或者血量的加減 這些都會在遊戲的趣味 和複雜性 都是一次 如果你問我 這遊戲有什麼感想 我就 再一次讚嘆 日本人 可以將一個這麼簡單 即是 我和朋友 講完Rules 我們都會覺得 這麼像小時候 那時候玩 007入子彈 很直接 互相攻擊的遊戲 但是 他將一個這麼簡單的概念 幻化成一隻board game 而玩下去 有這麼有的 變化和深度 這是這個遊戲 讚嘆的地方 還有 這些細盒 非常之適合 帶出去旅行 或者帶出去派對 作為一隻 開場的遊戲 快快手手玩 一個 可以有一個很強的 互動性的遊戲 今天介紹 The Last Brave 就是這個遊戲 如果下次去日本 都可以留意一下 買一盒小盒 放在家裡 作為和朋友 聚會中的一個小遊戲 今集來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